第五集 陆大哥 陆嫂子 上海公安局的同志来看你们了 陆妈妈 尽管回忆是痛苦的 不过我们仍希望你能提供一些 陆敏生前的情况 比如说 他和一些什么朋友交往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他的恋爱对象 有就好了 要是有个男孩子 能够保护他 我也就省心了 阿敏啊 就是喜欢读书 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哪有什么恋爱对象 你就是不肯听见的话 都是读书惹的祸呀 陆大哥 这和读书可没关系 阿敏能够考上东南大学外语系 这可是全镇的光荣啊 陆敏读的也是东南大学外语系 探头 陆敏怎么和赵盛英读的是同一所大学 同一个学习啊 陆妈妈 你又没有听陆敏说起过一个叫赵盛英的人啊 什么 赵盛英 陆敏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他是谁 没什么 也许是个不相干的人 陆妈妈 已经放暑假了 陆敏干嘛还在学校里啊 这孩子 不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吗 他说明年就要毕业了 还想考什么研究生 打算乘着暑假的时间 打一份工去 把研究生的学费给撑出来 可是没想到 阿敏啊 你不听觉得话呀 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反而把性命给读掉了 东南大学很快提供了陆敏的在校情况 像所有家境贫寒 但胸怀大致的苦孩子一样 陆敏读书非常勤奋 他的成绩十分优秀 在二年级时 就通过了专业英语六级考试 现在连八级考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然而他在背负学艺压力的同时 还要承受一份经济上的压力 那么他怎么为自己挣得学费呢 卢敏选择的最便捷的打工方式 就是做家教 这也是东南大学大部分同学 所采用的挣钱的方式 卢敏做了好几百张小小的广告纸条 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全打印在上面 把它们贴在居民区的电线杆和墙壁上 小猪哥 你说他和赵盛英是同一所大学 同一个系 这仅仅是巧合吗 可是学校方面提供不出他们彼此相识的有关证据 因为赵盛英从东南大学毕业的时候 卢敏还没有进大学呢 本来我还以为是最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你们看 这是卢敏生前张贴在红锦花院附近的家教广告 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自己是东南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专交外语 你给我看看 你看 每两个钟头为一个课时收费十八元 真是廉价劳动力啊 出去吃用开销 一个月都挣不到一千块钱 探头 探头 你怎么一声不响 咱们呀现在可是要听听你的高见 听我的 案发至今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是 杀人动机 也许你们会说 抓住赵盛英之后一切就会真相打败了 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话 即使破了案 咱们的真纪工作还是不完美 这是我想起了我外甥给我做的一道IQ题 IQ题 探头 说来听听 有一男一女 进了一幢乡村别墅 第二天人们发现 那个女的突然不见了 跟坤天一样 失踪了 蒸发了 因为没有人看到那个女的再从别墅里出来了 当然也没有人看到那个男的扛出女人的尸体 不过那个男人就多了几种异样的举动 一是那个男人开始拼命的在院里劈柴 但是从来不见他抱着柴火回屋里生火 二是那个男人在临近的超市买了大量的食盐冰块和炸肉用的香辛料 不要说了 这也叫IQ题 那个女人肯定是被那个男的杀了 然后那个男的就准备把那个女的吃掉 就探头小儿科 真简单 很简单是吧 对 简单的 我知道你们一定能猜出这个结果的 毫无疑问 是那个男的杀了女的 就跟赵舍英杀了卢米一样 这都是秃在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 但是 我要问了 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拼命的披柴 而且披了柴以后并不用来生火 是那个 小猪狗 难道他想把吃不掉的尸块埋在柴堆底下 这怎么会呢 他既然买来了食盐冰块和炸肉用的香辛料 那就说明他是下定决心要把尸体消灭干净的 你干嘛还要留些隐患卖在柴堆里啊 好 你就说吧 说吧 说呀 很简单 他只有通过劈柴来拼命的消耗自己的体能以后 才会不计较自己吃些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回到我们的案子来啊 对赵舍英来说 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女人 金梅和徐海丽 如今都安然无恙 是吧 那么他为什么要诱杀一个和他毫无关联的卢敏呢 太头 你的意思是 仇恨转移 就像英国著名女主持单多被杀一样 凶手巴力其实跟他毫无关系啊 仅仅是因为疯狂名恋大安啊 最后才城门失火 扬鸡吃鱼 对吧 客观的说 这就是犯罪动机 我之所以说卢敏是不幸的 恰恰是赵舍英动杀鸡的那一天 命运让这两个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彼此遭遇上了 是吧 我们假设情况是这样 那一天 或者是更早几天 赵舍英 再次找了金梅交涉 我们知道 赵舍英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和厌世悲观的情绪 这在他母亲去世以后 他曾经三次企图自杀的举动当中可以得到印证 也是他童年所经历的不和睦家庭所留下的深深的烙印啊 人生的失败感再加上内心的扭曲 使他的抱负欲再次的膨胀 但是他没有勇气 把魔掌伸向金梅 却转而去摧残另一个生命 哪一位 请问是不是有位赵先生打过电话 我是应聘来做家教的 有有有 我就是赵舍英 你好 你来得很准时啊 快进来 好 要不要换拖鞋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家收拾得这么干净 我还是把鞋脱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进 好 我原来也是东南大学外语系的 所以我决定聘用你 虽然我们是同门师兄妹 是吗 那太好了 那你干嘛不自己教你孩子呢 我哪有时间呢 你坐 好 怎么称呼 我叫卢敏 来 喝口水 谢谢 那 你的孩子呢 跟我太太到附近商场去逛逛 马上就回来了 要不你先看会电视吧 好 这个蓝球总会的 不是 来放过来 包括 我说你就看这个台吧 好吗 对不起 我去一下洗手间 好 对不起 对不住了 赵先生 你家孩子怎么还没回来 干什么 妈妈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 上述假设 也是综合了你们各位的推断 比如小乔对赵盛英的心理剖析 小诸葛所了解到的赵盛英的性格成因 还有网虫 你的突发气象 主要是我突发气象 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但是当时的情景 是否像我们所描绘的那样 只有在抓住赵盛英以后 才能得到证实 干长 从你的分析中 我还得出这样的结果 这个赵盛英 由于三次自杀未成 所以他对能否结束自己的生命 失去了自信 他想借助外在的力量 消灭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既然这样 他又为什么要逃之夭夭呢 是不是他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 想赶在我们抓到他以前去实现呢 比如和儿子杨阳再见上一面 那咱们得赶紧去金梅那儿 请让他狗急跳墙 加害金梅 他也要在他的儿子杨阳心上 也拉出一条深深的划痕 以后他会恨自己的母亲 那么那个徐海力 会不会是他心中的牵挂呢 赵盛英既然在他身上 发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 在即将走完人生之路以前 就不会去道别一下吗 对呀 赵世民一定就躲在徐海力那儿 那你们还等什么 走啊 徐海力 我们再度拜访你的目的 你应该清楚了吧 乔乔姐 我我听不懂你的话 今天你们公安局平白无故 来了这么多人 我完全可以告你们 私闯民宅 那你就看清楚了 这是搜查证 我我犯了什么法 窝藏杀人嫌疑犯 走 你们 你们不要互来 我可是拿了外国护照的 等等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赵盛英 嗯 现在出来 应该还算是自首的吧 对你而言 自首不自首恐怕没有多大的区别 我知道 不过对许大姐来说就不一样了 大姐 你一直在劝我尽快自首 你放心 我可以证明你没有犯窝藏罪 恐怕你连自己都证明不了 把他靠上 去 别走 走 赵盛英 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 坐在苗镇他们面前 早已没有了白领阶层的那份优越感 他神情安详 眼睛里看不出一丝紧张 只是嘴角边偶然掠过的微笑 有一种冷酷和傲慢的意味 令人赠言 赵盛英 你是什么时候产生少人念头的 就算是7月29日吧 那天中午 我还抱着幻想 希望能求得静美的亮节 却遭到她的拒绝 她告诉我 她和杨阳 再也不会回到我的身边了 我绝望了 就在那天下午 我看到那张求职家教的广告 求职人居然来自我的母校 我心里的善人念头 就马上采上了 这一切都是一刹那现场的 直到现在 我自己都很奇怪 怎么会那么果断就拿定了主意 你后悔吗 不后悔 我从小就知道 后悔药不好吃 你知不知道 被你杀害的卢敏只有22岁 她的父母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 这是我唯一感到歉意的地方 但没办法 碰到的就是她 你明知受害人来自于你的母校 可你还是选定她作为你的目标 你的这次作案是有意识针对母校的吗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念头 但知道她是我的同门师妹之后 我就增加了一些恶作剧的念头 这也算对母校的一点讽刺吧 你说产生杀人念头是为了报复你的妻子 这个理由是否成立 按照常理 我应该杀掉我的妻子 可我偏偏不是个常人 我的报复方式当然与众不同 金梅把我们共同的儿子杨阳 占为己有 那好 我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当杨阳问起爸爸的下落时 金梅不得不心酸地告诉她 你爸爸是个杀人犯 哼 报复是道可口的冷菜 我就把这道冷菜 留给我的儿子去品尝吧 为此无辜的卢敏 就要遭受你的残害吗 你的杀人动机 简直是违背人论 我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累了 让我在吃枪子之前 好好睡上计较吧 这还是一只在涌里拱动的 没有羽化的蝴蝶啊 探头 你啊 就别发什么感慨了 咱们看电影去吧 看什么电影啊 惊爆新世纪的美国大片 七宗罪 什么惊爆新世纪啊 都老掉牙了 不去不去我看过了 七宗罪是吧 王初 我和你一起去看 走